三侠武艺,第九十一回,死里生千金任张力,苦中乐小侠俯使云,且说贾小姐闻听少公此问,便将身体多病,奉父母之命,前往唐县就医养病的话,说了一遍,少老爷道,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,你一个归忠弱智,如何就叫乃公乃母带领去赴唐县呢? 贾小姐连忙答道,平素时常妄爱,不想此次传家不良,也是侄女命运不济,少老爷道,礼仪将侄女送回,奈应亲县紧急,难以迟缓,与其上唐县和不随老夫到长沙,同你几个姊妹,颇不寂寞,待你病体好时,我在写信与令尊,不知侄女意下如何? 贾小姐道,继承叔父怜爱,侄女敢不从命,但不知神母在于何处,待侄女拜见,少老爷满心欢喜,连忙叫扑腹丫鬟掺着小姐,送到夫人船上,原来少老爷有三个小姐,见了贾小姐,无不欢喜,从此家会就在少老爷处将养身体,她原没有什么大病,不多几日,也就好了,夫人也曾被地里问过她,有了婆嫁没有,她便答道,自幼与时生结亲, 夫人也悄悄告诉了老爷,自那日开船行到梅花湾的双岔口,此处却是两条路,一往东南,却是上长沙,一往东北,却是绿鸦滩,且说绿鸦滩内有鱼户十三家,那中有一人年纪四旬开外,姓张名利,是个极其本分的,有个老伴李氏,老两口儿无儿无女,每日不遇为生,这日张老儿夜间撒下网去,网上一拉,觉得沉重,以为得了大鱼,连换,妈妈,快来, 快来,李氏听了,出来问道,大哥,换我做什么,这老两口子素来就是这等称呼,男人管着女人叫妈妈,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,当初不知是怎么论的,如今惯了,习以为常,张力道,妈妈帮我一帮,这个行货可不小,李氏上前帮着拉上船来,将网打开,看时却是一个女尸,还有竹窗一扇拖地,张力连连皮道, 晦气,晦气,快些治下水去,李氏盲澜道,大哥不要兴急,带我摸摸,还有气息没有,岂不闻就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,果然摸了摸,胸前霧得乱跳,说道,还有气息,快些空水,李氏又舒掌柔胸,不多时清水流出不少,方才渐渐苏醒,哼哼出来,婆子又扶她坐起,略定定神,方慢慢呼唤,细细问明来历, 原来此女就是牡丹小姐,自落水之后,亏了竹窗脱定,顺水而下,不计礼数,漂流至此,自己心内明白,不肯说出真情,答言,是唐县仔的丫鬟,应要接金小姐去,手扶竹窗,摊看水面,不想竹窗掉落,自己随窗落水,不知不觉漂流至此,请问妈妈贵姓,李氏一一告诉明白,又悄悄和张力商量道,你我半生无儿无女, 我今看见此女生的十分俏丽,言语聪明,咱们何不将她认为女儿,将来岂不有靠吗?张力道,但凭妈妈驱除,李氏便对牡丹说了,牡丹连声应语,李氏见牡丹应了,欢喜非常,当时疼女儿的心盛,也不愿补鱼,积极催大哥快快回庄,好与女儿换衣服,张力撑开船,来到庄内,李氏掺着牡丹进了茅屋,找了一身干净衣服,叫小姐换了,本事诸为脆绕, 如今改了金钗不群,李氏又寻找茶叶烧了开水,咬了半碗,低于牡丹道,我儿喝点热水,暖暖寒气,牡丹见她殷勤,不忍为怯,连忙接过来,喝了几口,又见她找出小米面,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白水小米面的疙瘩汤,一碟腌萝卜条端到小姐面前,牡丹过意不去,端起碗来,喝了点儿,尝着有些甜津津的,倒没有别的味儿,于是就喝了半碗,咬了一点萝卜条儿, 绝着扎口的咸,连忙放下了,她因喝了半碗热汤,灯时将寒气散出,满面香汗如洗,婆子在旁看见,连忙掀起衣精,轻轻给牡丹服侍,更露出本来面目,鲜言非常,婆子越瞧越爱,越爱越瞧,如获至宝一般,又见张力进来问道,闺女这事好些了,牡丹道,请爹爹放心,张力听小姐的声音改换, 不像先前微弱,而且活了不足五十岁,从来没听见有人叫她爹爹二字,如今听了这一声,仿佛成仙了道,哈哈大笑道,妈妈,好一个闺女啊,李氏道,正是,正是,说吧,二人大笑不止,此时天已发小,李氏便和张力商议,说,女儿在县宰处,必是真凶美味惯了,千万不要委屈了她,你卖鱼回来时,千万买些好吃时回来,张力道,既如此, 我多剩些肥肉,再带些豆腐白菜,你道好不好,李氏道,很好,就是如此,乡下人不懂的真修,就知肥肉是好东西,若动了豆腐白菜便是开斋,这都是轻易不动的东西,其实所费几何,她却另有个算盘,她倒有了好菜,必要多吃,既多吃,不但废菜,连饭也是废的,仔细算来,还是不吃好菜的好,如今她夫妻榨得了女儿,一来怕女儿受屈, 二来又怕女儿笑话瞧不起,因此发着狠儿,才买肉买菜,吊着样收拾出来,牡丹不过星星点点地吃些就完了,一来二去,人人说张老者老两口儿想开了,无儿无女,天天弄嘴吃,就有搭讪过来闻闻香味的意思,愈巧就要尝尝,谁知道了屋内一看,见床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, 犹如月店嫦娥,摇池仙女士的一位姑娘,这已经不小,个个追问起来,方知老夫妻得了一女,谁不欢喜,谁敢怠慢,灯时传扬开了,十二家渔户具各要前来贺喜,其中有一人姓氏明云,会些武艺,且胆量过人,是个见义敢为的男子,因此这些渔人们接其中她,凡于大小事或是她出头,或是与她相商,她若定了主意, 这些渔户们没有不一的,如今要与张老儿贺喜,这三一群,五一伙,陆陆续续俱备找了她去,告诉她张老儿得女儿的情犹,使云听了,拍手大跃道,张大哥为人诚实,忠厚有余,如今得了女儿,将来必有好报,众人道,应要与她贺喜,故此我等特来计较,使云道,很好,咱们庄中有了喜事,理应作贺,大家动手,索性不用张大哥张罗, 叫她夫妻安安闻闻乐一天,只算大家凑在一处,热热闹闹地吃喝一天就完了,别的送礼送物,皆是虚文,一概不用,众位以为何如,众人听罢,具备欢喜道,好极,好极,就是这样吧,众人散了,使云便到了张丽的家中,将此事说明,又见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,快乐非常,次日四股时,使云淤里地老的就来了,五股时,众乡请 俱备来到,天已大量,陆陆续续四腹村姑聚各来了,李氏连忙迎出,彼此拂袖道喜道谢,又见了牡丹,一个个扎嘴吐舌,无不惊讶,牡丹到了此时,也只好借贷应酬,略为施展,便哄得这些人欢喜,到了饭的之时,昨儿夜已调好,屋内室女眷,所有桌凳居是齐全的,就是家伙也是挑秀气的, 外面院子内室难客,也有高桌,也有矮座,大盘小碗,一概不拘,这全是使云的调度,真真也难为她,大家不论亲书,以此为序,我拿凳子,你拿家伙,彼此嘻嘻哈哈,团团围住,真是爽快,煞食背盘狼藉,虽非佳肴美味,却是鲜鱼活虾,荤素俱有,昨天又患,以多为胜 大家先前慢饮,后来有些酒意,便呼台喝溜,豁起全来,恰好使云与张力豁全,张力叫了的蹊跷,使云叫了的全来,呼听外面接声道,可巧俺也来了,可不是全来吗?使云便仰面往外侧听,张力道,听她责慎,咱们且豁全,使云道,老兄且慢,你我十三家聚各在此,外面谁敢答言,带我出去看来,说吧,立起身来,起柴妃一看, 见是个年幼之人,背着包裹,正在那里张望,使云多的一声道,你这厚生,窥探怎的,方才答言的,敢则是你吗?年幼的道,不敢,就是在下,应见你们饮酒热闹,不绝口内流闲,俺也要孤饮几杯,使云道,此处又非酒肆饭铺,如何说孤饮二字,你妄自答言,俺也不计较于你,快些去吧,说吧,刚要转身,只见少年人一伸手将使云拉, 道,你说不是酒肆,如何有这些人聚饮,敢是你欺负我外乡人吗?使云听了,灯石鹤道,你这小厮好生无理,俺饶放你去,你反拉我不放,说欺负你,俺就欺负你,带怎么?说着,仰手就是一掌打来,年少之人微微一笑,将掌接住往怀里一带,又往外一揉,只听咕咚一声,使云仰面栽倒在地,心中暗道,好大力量。 道要留神,急忙起来,傅又动手,只见张力出来劝道,不要如此,有话慢说,问了缘由,便对年幼的道,老弟修要错毁了意,这真不是酒肆饭铺,这些乡亲就是给老汉贺喜来的,老弟如要吃酒,何妨请敬,待老汉奉进三杯,年幼的听见了酒,便喜笑颜开的道,请问老丈贵姓。 张力答了姓名,他又问使云,使云答道,俺使云,你带怎么?年幼的道,使云大哥树小地莽撞,休要见怪,说罢,一一道地,为之如何,下回分晓。